直線女性入住整棟的9小時膠囊旅館 太夢幻了 臉子就是不夜城啊 這裡 我公到人家要關店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住在日本的Kochia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你訂閱我的頻道了嗎 還沒訂閱的話記得按這個底下 訂閱關注並打開小鈴鐺喔 今天這集影片呢 也就是我要拍攝一集有關於 日本東京的住宿喔 因為現在自由行已經開放了 越來越多的網友私信問我 如果是一人旅行啊 或者是自由行的話 想要入住 怎麼樣的旅館 跟選擇怎麼樣的一些膠囊這樣子 所以這集影片的話呢 對於那些第一次來到東京旅行 或者是一人旅行 或者是想要體驗比較特色的一些膠囊旅館的話呢 非常有幫助喔 那這集影片呢 就是要陪我一起去體驗入住一晚 紫線女性的9小時網紅膠囊旅館喔 雖然上次有入住過9小時男女分層的膠囊旅館 那個是在靠近東京鐵塔並送丁站那邊的 現在要去的也就是紫線女性喔 入住了整棟的9小時膠囊旅館的 男生也可以收看的 對 所以不要關掉喔 我就是要拍給大家看一下 男女分層跟紫線女性的9小時膠囊旅館 到底有什麼分別這樣 不止呢 我還會拍攝新宿的整個的Vlog 所以呢 我一次過會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Go 打卡州站 C bar在這裡 我很少踏進新宿山丁木這個地方 因為新宿範圍是很大嘛 那如果你是從新宿車站走去這個女性膠囊旅館的話呢 它會稍微一點遠喔 要走大概15分钟左右 那如果大家是下到这一个Metro 新宿三斤路这里的话呢 只需走大概三分钟 就可以到达那家的9小时旅馆了 一定要往西坝这个方向出口就对了 我终于走到外面了 我已经看到新宿大地表了 新宿是在那个方向 我终于看到 我今晚要住的9小时女性胶囊了 这样讲啊 就在站对面 我要先进去check in了 不论是建筑外观到楼层的规划 几乎每一家的9小时分店设计都不一样 像这次入住纸线女性胶囊 这整栋都是以绿色为主 还蛮显眼的 9小时旅馆的话 它的入门口就在侧面这里的 那我们一起进去吧 check in的机器的话是有两台 这是柜台吗 感觉很像是耶 不可能只是有一面镜子在这边而已嘛 可以选择日文韩文中文英文都OK的 那我就选中文给大家看就好了 这边有写简体制 如果是一夜的客人的话 请读起你的二维码 让他拍照 因为我没有二维码 所以要给他我的登记号码 退房时间是早上10点 还有签名 我的房号是305 我的房卡出来了 好各位我已经check in房卡已经拿到了 所以呢现在我要开始进去我的胶囊里面 我住三楼 进到去的话底下这一层的话呢 就是寄放行李的地方了 空间还蛮大的 然后这边就是领域间 搭行李的话就不方便放里面了 全部都要放外面 那我住305嘛 所以呢我必须要去到BF那一边的话呢 放我的luggage 然后我才可以上去到我的卧室第三楼 这里总共会有九层 等一下毅力带大家上去到最高一层 九楼那边参观一下 下下去 我现在已经到了BF这一层了 对 305号房的话 他的Locker是在这一排 而且地上也是有标记的 301到306 所以我的是这一排的 我的Locker是在这里 305号 哇整排都是我的Locker 这里就是我的Locker了 那我们要上去这一个卧室之前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行李箱 包括包裹啦 都必须要放在这个Locker里面 我常喜欢这里的设计的 上次我住的那一间的话 就只是一般而已 非常的小格 那底下还可以给你放行李箱呢 在上面这一格的话是可以放鞋子的 这边的话呢 总共会有4个长面的镜子 2 3 4 有4间的淋浴间 对 这一家的话呢是新建好的嘛 所以呢 它所有的设施都非常的新 而且非常的干净 这边就是化妆室啦 下面全部都附有了 这个吹风机喔 哇 这反光镜很厉害 好各位 这一家的这个化妆室的话呢 它没有提供这个普通的椅子 就只好站着为大家 再开箱 重复为大家复习一下 这么大的一个袋子 它里面附有了一条 擦身体的毛巾 铺地上的你要重量时候用的地毯 还有一个是擦脸的毛巾 再加上一件式的睡衣 一双拖鞋 牙刷 记得喔 这个房卡一定要收好好来 不可能不见 因为你的locker进出门 然后你要上到你的卧室的时候 也是需要用到这张房卡的 然后现在换鞋先啦 然后要直接上去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胶囊 好嘞 OK 地上就可以了 走吧 一进到来的话 就要保持舒静喔各位 这边的话就是我的胶囊卧室了 每一层的胶囊卧室的话 哪都有剪了厕所 放起来来 我到底是睡上还是下沉啊 我又是睡下沉 305在这里 完全是封闭的状态了 好各位这就是我今晚要睡的capsule 每一间9小时胶囊旅馆 它的卧室设计的话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柜子是可以给你放你的东西的 床头这里的话呢 都有一个简单的设备啦 开关电源的灯 充电器的 非常非常小的这个收纳空间 总共有两个 最让我欣赏就是它的枕头 半弧形的枕头 超级的好睡 这家里馆的话呢 它还有的让你测试就是你的睡眠质量 所以今晚呢我就睡了过后呢 明天就会收到它这份报告了 然后再也分享给大家看 嗯 它这里面有那个通风器 我住过三次的capsule胶囊 都一直给我睡在下面 我很渴望就是有一次可以安排我睡在上面 那我们这里看的话呢就是外面的景色啦 现在才晚上六点而已 天就那么快暗了 现在晚餐时间 我要去找一些晚餐吃了 晚上的天气 你的气温突然已经降到18度 现在跟着我一起去走走新宿吧 南宫关的广告牌 晚上特别的冷了 哦 风也特别大 这前面走的话呢 就是比较繁华一点的街景 所以一个人走的话呢 也不会太危险 不用怕太孤单 那对各位 这一间的OI OI Anex 它的药妆店特别的大件 大家有空可以来逛一下 这个小巷好热闹 带大家进去看看一下 这小巷的话呢 有很多居酒屋 这一丝蛋的话是蛮多哦 外国人喜欢来这里采购啊 采妆之类的 Apple Store是在对面而已 比斯尼奇线店铺 我们有带大家进去逛过耶 那走吧走吧 我也想来逛很久了 先前都是卖比斯尼正品的周边商品 米奇米尼之类的话都会在这里寄 所以大家去不到比斯尼正品的周边商品 比斯尼乐园的话没有关系 可以来到新宿 比斯尼奇线店铺 他也是有第二车的 哦 太美了吧 你看他这明信片 太好看了 谁要 我要寄给他 哦 还有很多 你看 哦 这是耳机 哦 谢谢 好可爱 这个好可爱 看他的包装好可爱 30周年啊各位 再来往这边看 哎哟 哈哈 你看 甘如德竟然跟迪士尼联名 天啊 做的好美啊包装 自由行开放咯 大家可以准备来报买咯 哎哟 超可爱的扭蛋机 他的餐子好可爱 哦 这个包装做的好信任 Toy Story 大家看一下 他的柜台也这么的漂亮 嘿嘿 这个好可爱耶 hello 嘿嘿 这个好可爱耶 hello 嘿嘿 这是可以给他们换衣 嘿嘿嘿 嘿嘿 哎哟 我最喜欢的 小熊维尼 嗨 好大只的米奇 嗨 好想抱他回家耶 嘿嘿嘿 还有彩妆品的迪士尼版本的耶 oh my god 你看 这个好美 这个拿来做伴手礼 太棒了 你们看他的那个包装 超级吸引我的 oh my god 这个也太美了吧 让我看看他的腾脑腰 这是他的sample 我好喜欢他这块区域 我来带大家上去参观一下 oh 太梦幻了 第三层这里的话呢 是卖所有的限定包包 对 好精致 千包 千包 四万九 oh 这个竟然还有拍卖的 33万耶 可以买我一粒iPhone14了 看这玻璃下面 他还有一个米奇 掉着的米奇 再来这边 这是他最经典的米奇了 这是人气商品哦 所以我喜欢 很美耶 这个包 这样的一个鞋带包的话 5300元 卖全部迪士尼厨具的物品 毛巾全都应用上了 这是小孩的 小孩的 小孩的 这是限定的吗 好梦幻哦 这里 这些在迪士尼都可以买得到的 他们这边也有卖 我项链 Alice Wonderland 这么一套这样子 好美 好我们再来走下去看看一下 楼下的话是 Marvel Star Wars的series 对 很喜欢的整个感觉 这层的话 男生应该会很习惯 Star Wars 所以男生应该都很喜欢买来做收藏 好美 太Gradiv了吧 这也可以定制的 Disney Mate 对 像这包包的话 大家可以定制图案 大家看 这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收藏品 我们要去称作迪士尼的时候 那个列车 不是有买一张卡的 对 从1996年到现在 感觉迪士尼还是没什么变到 就是化工就比较精细了很多 这是放手机壳的 Smartphone cover 我们样貌比较不同去耶 哦不是它是Vatrix charger 它的外壳好美哦 比士尼版本的 太好逛了 这家东京 比士尼的旗线店 还有比士尼的公主裙 全部角色都有在这里哦 Snow White的好美耶 我以前小时候的梦想 想穿 这以后就留给我的女儿吧 口罩就是带大家略逛 因为已经很值了 我还没有吃到晚餐 我在这边已经有逛了 大概有40分钟了 现在已经8点15分了 新宿一样没变到哦 每次到了晚上过后呢 一样这么的人哦 我看到了合作舍 我的晚餐就直接在新宿和作舍 就是台湾料理店 就在这里接着 我点了这个不过鱼泥香鱼豆花 然后还有盐酥鸡 盐酥鸡要等一下 因为它现在在炸这 幸好我早点到耶 这边好多人哦 好香哦 然后我来试试看 看来会不会很抬 超饿的 这不是颜色鸡 说错了 甜不辣 对我点了甜不辣 再炸脆一点的话就很好吃 肉口感是还不错的 我们来试试它的豆花 嗯 好吃 而且是尊重台湾很开的 好像有一点偏的主题 带大家来看看新宿的夜市 然后带大家来吃台湾料理 哈哈哈哈 这间新宿ZARA的话 时常来逛的 好现在带大家来进去逛逛一下ZARA 在东京哦 每一间的ZARA店的话 他们的这个时尚衣服哦 每周都会更新的 所以比如你去到新宿这里的话 你未必去到池袋的话 可以找得到这样子 如果大家在这新宿的ZARA店铺 看到的新衣那种衣服的话 就赶快下单 不要犹豫 在这里 你看到这一件好像很不错耶 很适合入秋冬的衣服 不错 去买这个 在这边ZARA还有卖美妆品的 这边是ZARA Beauty 香水啊 唇膏啊 眼影啊之类的都在这一块 这一块原作的话呢 全部都是在摆着指甲油 还有卖Powder蜜粉 晚上没什么人来逛呢 在这间新宿ZARA的话呢 还可以用这个Self Checkout的 如果不要去到柜台结帐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边自助结帐 多人的话他们才会使用这个Self Checkout的系统 我逛到人家要关店了 报告了 报告了 所以要关店了 楼上完全没有人逛了 全部下来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逛 又是一天雪冰的好日子 知道他香水在这里 Body Soul 香增蜡烛 好 这我还没有回到旅馆的话 带大家逛逛一些新宿的夜景 对 顺便给大家看看一下 新宿的夜生活状态 前面的话就是那个3D猫咪了 越迟越多人了 现在10点了 如果你们来日本旅行的话 你们就会看出来 大家还是限制戴着口罩的 看到很多人在围观耶 Gerade 用这动作业 它好像演唱会欸 哈哈哈哈 不然變幾久了 我已经到新宿的歌舞基丁 重大地标这里了 那个哥吉拉他们有开灯 整条街都有这个妹子出来招客 那边我不敢去了 简直就是布业城啊这里 我很想走去那边看 个人又不敢走去那边 我一走在这街上有很多南宫观跑来问我 我们不要走这里了 就是有人跟着我 好我现在要回旅馆了 我还想说要去到那个南宫观那条街拍的 重点是好多那些制服男生站在外面 我都不敢走了耶 万圣节来临了 那我感觉我住了这一家九小时胶囊旅馆这里的话 周围有很多居酒屋还有帕 晚上好多节目了这里 那我回旅馆了 现在呢就已经在旅馆顶楼这里了 最高一层酒楼 还有一个小沙发 那这里的话呢算是一个coall working space这样 这边呢可以看到新宿的街景 还蛮漂亮 可以坐在这里吃早餐工作之类的 就是一台自动贩卖机 又来说说我入住过后的感想了各位 真的体验住了这一家新宿新开幕的 这个紫线女性九小时的网红胶囊旅馆哦 整个体验感是还蛮不错的 蛮多人入住的 我昨天入住的那一层的话 几乎全胶囊都已经满了 我会分优点跟缺点 最大优点就是只限女性入住啦 完全不用接触到任何的男性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非常的安心放行了 第二的话呢就是它的位置 地理位置非常的棒 就是在内新宿的市中心 一定要下新宿三丁末 不要下新宿大车站哦 各位不然的话会走到非常的远 再来就是大家都很介意的价格 价格的话呢对我来说是还蛮合理的 如果你是平日入住的话呢 还蛮便宜的 只需大概是2600至3500日元之间啊 如果是选择假日周末来的话呢 它的价格是4000元起跳的 这价格呢对于一人旅的话呢是还可以接收的 再来呢就是它的卫生争洁度啦 这点的话呢是我可以给它满分啦 非常的干净 至于服务的话呢 基本上这里是没有员工跟你接触 只不过是如果当你check in有问题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那个警戏铃声 然后对电源的话就会从另外一个方向这样子进来 说完了有点始终还是会有缺点的啦 缺点的话呢就是日领域间还蛮少的 必须要提早去领域 否则的话就会很像我昨天入住的时候呢 想要去领域的话都要等半个小时才轮到我 这就是全部都要任机人啊 挤在同样一个化妆空间那一边 吸暑啦化妆啊然后吹头发之类的 也没有单独的更衣室 至于卧室睡眠方面 胶囊的话呢肯定是比较小尖一点啦 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呢就会很明显听到打呼声 这个话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如果是要长期入住的话呢真的是比较要考虑了 因为每一天呢都必须要check in check out 下午两点过后呢又再重新办入住手续这样子 有稍微有点麻烦啦 总而言之呢入住以晚上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里呢敢开张不久的话就受到很多女性都会想来入住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要入住这一家九小时交男旅馆的话呢 不需要提早预订哦 不会真的是会随时爆满了 现在的话呢带大家去新速车站附近的话那边吃早餐 走吧 要check out退房了 所以要把它放在这里 我要带大家去吃的早餐呢是在这边的 就是在这新速车站对面而已 LoopLokster的楼下 它这边的面包特别的好吃 特别的香 尤其是这个Crozen 很推荐这一家的面包店 你看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这新口味的这个 咦 要吃这个红摩擦 点好了 我们的座位在这里 这鸽子又来了 我的早餐Crozen还有冷的牛奶 我每次来到新速哦 要吃早餐我只会想到这一家面包店 我来了很多次了 它这次新的这个红摩擦 看起来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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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脆哦 哦 它内馅是包抹擦 换做是如果冬天坐这里了 根本不想坐了 外面超冷 现在天气超棒的 这边方向看的话呢 也就是星巴克星宿那个地标 我直接就在这边做个结尾吧 今天这集影片呢 那带大家哦 陪我一起入住这一家新型的 九小石胶南网红旅馆 然后还有就是带大家去重游一下 现在东京自由行必来拜访 逛逛的一些东京的几个主要的景区 这样子 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要继续多关注我的频道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 不要忘记在这个底下 替我按个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有这个商务请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很快下一期的影片再见 拜拜